194 淺江晚報 電梯經雲8分鐘 2015年7月22日接中城市熱線J03 去年9月 陶小姐的公司搬到了 金華經濟開發區的金華網絡經濟中心大樓 這藏樓市前年剛投入使用的 一切設備都平身的 陶小姐和同事都覺得很滿意 沒想到 一段時間下來 他們卻頻頻遭遇電梯經雲 就在前天 陶小姐下班回家 剛進電梯 燈就全黑了 橫木等他反應過來 電梯就迅速往下墜 經歷了這一次之後 陶小姐不敢再坐電梯 每天爬十幾層樓上下班 電梯門光關上就失控直接往下掉了一層陶小姐說 大樓電梯出故障的事 他之前就聽同事說過不少 很多人在乘坐大樓的電梯時 都遇到門打不開或者關不上 甚至有人被關在旅頭的情況 因爲頻頻出問題 有人也向物業反映過問題 物業也派人來檢查過 可檢查完了 問題照樣出 沒想到昨天晚上 我七點左右下班 碰上的事更恐怖 陶小姐回憶 他剛走進一部電梯 門光關上 就出故障了 我完一樓以後 電梯裡忽然黑了 然後很快往下掉 我整個人沒反應過來就怨暈了 幸運的事 聚了一回 電梯就停下來了 當時電梯裡一片漆黑 警方失措的陶小姐摸黑看了報警令 大概七八分鐘後 保安過來了 把我從電梯裡拉出來 當時 陶小姐已經往下掉了一層 回去後 我和同事聊起來 發現另外一個同事也遇到過電梯往下掉的事 陶小姐說 電梯門出問題 相對來說還是小事了 直接往下掉就太危險了 電梯是世界領先品牌修理多次未找到問題 所在昨天下午 淺江晚部記者來到了金華網絡經濟中心大樓 七故障的電梯 已被封鎖 記者在大樓各個樓層做了隨機採訪 其中兩家公司員工表示 他們也遇到過電梯門開關和被卡問題 電梯頻頻出故障 讓物業挺頭痛的 說是每次來收 都沒什麼大問題 就是檢查不出來 陶小姐和同事也肯屈喚 淺江晚部記者從大樓物業管理處了解到 這棟大樓2013年投入使用 有三部電梯 都是世界領先品牌之一的德國食聲Crop 第十克老伯 按照物業管理處工作人員介紹 電梯質量應該是不錯的 每個月都會固定有人來檢收 之前有出現過電梯門打不開 我們也及時找人去修理了 至於為什麼每次修理員環會出問題 工作人員也弄不明白 而關於陶小姐反映的 電梯突然下墜的情況 工作人員表示暫未聽說 他要查看監控以後才能確認 電梯下墜屬嚴重故障 已聯繫技術人員檢收大樓資產所述方 相關負責人介紹 目前已聯繫了技術人員前來檢收 以便找到原因解決問題 金華市質量技術監督局特總設備處 副副署長如謙介紹 目前金華正在使用的電梯有3.54萬台 每天有將近1,500萬人次乘坐 今年3月份 金華開展電梯大會戰 截至目前 共自查電梯12,576台 發現存在隱還的1,923台 以整個1,478台採取監護措施的304台 還有141台主動停用 去年11月至今年6月底 一共發生電梯故障200多起 大多數是電梯門打不開 如謙說 今年只有一起電梯事故 是一位水泥像操作不擋 被裹盡了電梯和牆壁縫擊當中 電梯直接往下調 在電梯故障中是比較嚴重的 記者了解到 電梯並沒有整體廢棄的做法 也沒有使用年限 大多數是出現問題後維修或者更換損壞零件 只要檢驗合格 就可以繼續使用 平時乘坐電梯時 可以留意電梯是否有檢驗合格標誌 有問題可撥打 12365舉報 特約記者葉星神本部記者張行民本部記者如若攝 不報告 這樣請的聲明 麻煩你在不破壞 旅行 真的會有難免嗎 如果可以留意電梯